但是,你会发现,你又跑进去,你又要离开,麻烦。 你要想办法,你又移不回去,才办了。 有个简便方式叫做传统。 为什么用传统? 传统的这些是色彩,是彩色的。 你一到其他的什么,设计师啊,那些全部都是黑白的。 那我们还是,功能比较多的话,建议你却到传统。 那你这个移步回来,移也要技巧。 各位看一下,移的东西要移回来,怎么移呢? 所以移拉着以后呢,放上去,它就会吸住。 这边呢,放上去,每汗会吸住。 那万一呢,吸不住呢? 也有个方法,就点到传统。 这边呢,有个叫从色传统。 点进去,它就这样回来。 工具善加利用。 不是说是一层不变的,都可以去用。 但是呢,像这些呢,有些人很喜欢脱出来,脱出来用。 但是呢,移来移去也非常麻烦。 一下呢,又挡到你的画面。 接近你呢,还是放进去。 那放不进去呢,就点传统,去做这些。 你如果说你用设计师,这边就会出现重色的设计师。 就回到原始状态。 所以,蛮方便,看你怎么用。 就可以一点它,就回到最初设定的状态。 那这边呢,我们就先来开启index。 好,我们首页,我们要连到网站呢? 连到我们的,对不起啊,连到资料库,一定要先开index。 你不能不开,不晓得,那电脑不晓得哪一个网页。 不知道是你的首页,还是哪一个要去连到资料库。 当然是我们从外观,从外面的网络,要连到我们的,当然是到首页来去做连接。 一定是首页。 然后呢,开起来以后,我们才会想到资料库。 资料库没有,就去增加一个资料库。 那这边呢,自动就跳出一个myseco连线。 好,我们的预设值就commit。 我们统一,每一集就这样来做。 C-O-N-N,大写SQL。 Sql是标准语言,并不是myseco专用。 也不是其他人是seco的语言专用。 它是一个叫结构性的查询语言。 通通都可以称为seco。 那我们是myseco的伺服器,就是logohost。 那使用者的名称呢? 在seco里面最高权限是root。 那密码呢? 是我们一开始安装的时候呢? 就设定第二三四。 那我们就去找资料库。 好,往下拉。 我们披开走的,pulling map, 就找到它。 好,找到它以后呢? 就点确定。 好,我们测试一下到底呢? 是不是真是连起来? 是不是。 好,看到这个呢? 就比较放心了。 连线已经成功了,确定。 好,这样子呢?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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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线程式就做好了。 好,做好了。 这边呢? 就可以看到表格啊, 有几个表格啊。 打开,有Map Admin, 有Map List。 同时呢? 这边呢? 也可以往上移动。 这边呢? 就上下自己调整。 这边呢? 我们多了一个呢? Connection。 就是连线这支程式。 打开,Connectsicle.php。 就是呢? 我们去连接资料库。 这个呢? 我们要防止呢? 就是乱码。 就在点击这边,再打开。 好,就在呢? 结束之前, 在这边按个End.gp。 好,我们去解决乱码。 MySQL, 底线, Curry, 左刮户,右刮户, 封号做结束。 那里面呢? 两个双引号。 然后呢? 在里面就打set, names, ucf8。 好,这样子呢? 就可以呢? 解决乱码的问题。 这个呢? 做好就成了。 好,我们的是资料库。 已经做好,是连线连接。 连接起来了。 谢谢。 谢谢。